摄氧棚的化妆间内 一个女人被残忍杀害分尸 警方接到报案后 火速赶到案发现场 法医小明看到现场时都惊呆了 死者的躯干居然不见了 只剩头部和四肢 被凶手按照人体位置挂在衣架上 这场景看起来十分诡异 经调查死者名叫林月 是著名的平面模特 据说他的腰臀比例非常完美 简直就是标准的模特身材 听说就因为他这傲人的身材 经纪公司还特意下血本 给他购买了超千万的人身保险 至如今找不到林月的躯干 法医尸检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对死亡原因的判断 可能也不够准确 但目前也别无他法 只能先带回警局进一步尸检 这边警员从报案人口中了解到 他是林月的助理 不过对于林月有没有与人接仇 他并不是很清楚 而且就算是有什么仇恨 也不至于将人杀害后 还分尸挂在衣架上啊 这也太残忍了 直到现在他整个脑袋都是懵的 案发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太清楚 只记得林月拍摄完成后 都已经深夜了 由于时间太晚 工作人员都很快离开了 一时间整个摄影棚 就剩他和林月 趁着林月补妆的空隙 他去试衣间 帮林月整理明天拍摄需要用到的衣服 结果刚进试衣间 身后就突然冒出来了个人 捂住了他的口鼻 没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晕了 那人是从他背后下手的 因此他没看清那人的长相 就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老柯对现场进行仔细勘察 效果也很不理想 现场的地面材质特殊 根本就留不下血印 指纹倒是很多 但摄影棚每天人流量很大 排查起来也是很困难 最奇怪的是 死者的四肢和脑袋被砍下 现场居然没有大量血迹 老柯认为 凶手应该是蓄谋已久 有备而来的 回到警局后 小明立马对林月仅存的尸块 进行尸检 在林月的脖子上发现有勒痕 不过这个痕迹很特殊 暂时还不能确定 凶手的作案工具是什么 从尸块的伤口切面来看 凶手分尸使用的 应该是电锯一类的工具 所有的切面都没有生活反应 应该是死后分尸的 小明认为 死者脖子上勒痕的花纹很特殊 极有可能是按键侦破的方向 另外在他的指甲缝隙中 还发现了类似皮肤软组织的残留 应该是生前与凶手搏斗时留下的 由于尸体缺失 小明能发现的也就这么多了 警员对林月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 案发现场的摄影棚 经常和林月合作 摄影团队也都是林月的老熟人 没听说他和谁结过丑啊 案发当天他在摄影棚拍写真实 除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外 还有很多粉丝 人员来往非常密集 现场情况也非常复杂 不过功夫不负有些人 警员在调看监控时 有了重大发现 曾有一个人在案发后 带着一个黑色行李箱离开了拍摄现场 他离开的时间 比拍摄团队晚了快一个小时呢 但他穿了一身黑衣服 从头到脚包的严严实实的 还戴着帽子口罩 监控根本就没有拍到他的面部 就连他究竟是男是女 警方都不能确定 警员也试图从车牌号入手调查 结果发现竟是个套牌车 没有任何踪迹可以追寻 这一下线索是彻底断了 这边案子还没有眉目 警方就再次接到报案 钢琴演奏家文婷惨死家中 双手被砍掉不知所踪 警方赶到现场时 只见文婷安静的端坐在钢琴前 被砍掉双手的手腕 还端正的摆在钢琴上 显然现场也是被精心布置过的 警员从报案人口中了解到 他是一名快递员 上门送快递的时候 给文婷打电话没人接 但手机却一直在屋内响 他上前敲门才发现 门是开着的 刚一进门就发现了 坐在钢琴前的尸体 吓得就立马报案了 小明这边初步尸检发现 尸体的面部已经开始肿胀 身上也有暗子红色的尸斑 在博警处没有发现勒痕或者掐痕 可在死者的口鼻处 有被挤压的痕迹 看起来像是被捂住口鼻窒息而死 石江已经形成 并且已经呈现为最僵硬的状态 由此小明推断 文婷已经死亡十个小时左右 具体遇害时间 应该在前一天晚上九点左右 文婷的双手被砍掉 手腕就摆在钢琴上 给人一种诡异的仪式感 并且文婷的双手在现场没有找到 这凶手也是够变态的 杀了人还要将死者的双手带走 除此之外 从钢琴下的喷剑血迹来看 凶手应该是在地上行凶的 小明回到警局 对文婷进一步尸检时 在他的胃中发现大量安眠药 安眠药服用过多 会导致人昏迷甚至死亡 根据对文婷胃中的安眠药进行分析 确定他服用的药量足以致死 从药物的消化程度来看 应该是遇害前半小时服用的 这也就可以解释 死者身上除了面部的丫痕外 没有任何其他外伤和反抗伤 警员对文婷家小区的监控 也进行了调查 但由于案发的时间短 正好处于业主回家的高峰期 小区的人流量非常大 从监控上并没有发现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警员走访邻居却了解到 案发前一个月的时间内 总有一个戴着帽子的强壮男子 频繁出入文婷家 而且只要这个人出现 就会有人拿着相机在楼洞外徘徊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邻居偶然有一次看到 经常出入文婷家的男人 是当红的男演员程阳 前几天两人约会被狗仔拍到 还上了娱乐榜的热搜呢 警方在文婷的手机中 也发现了他和程阳的合照 当时警方立马就将程阳带回了警局 程阳也坦然的承认 两人之前是情侣关系 可后来被媒体曝光后 为了不影响工作就分手了 他给了文婷五万块钱 作为分手的补偿 为了以防万一 公司还特意让他们签了分手协议 至于案发当晚 自己和工作团队去参加慈善晚会 很多明星和团队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 警方也调取了慈善晚会的监控 证实程阳确实全程在场 根本没有时间作案 案件也因此陷入僵局 短时间内发生两起命案 死者还都是小有名气的明星 这难道只是偶然吗 由于受害人在网络上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因此两起案件 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警方一时间压力山大 网传连约的公司 为他买了近千万的人身保险 那他现在突然遇害 受益最大的不就是经纪公司了 于是涛哥立马带人 来到连约的经纪公司进行走访 据总经理老赵所说 他们给连约买的保险 只有一百万而已 根本没有外面说的那么多 外面流传的都是媒体胡编乱造的 说着还拿出保单证实 现在比起连约的保险理赔 他更急于处理那些失约的商业合作 只是违约金就是个不小的数目 不过现在连约遇害 他还真有个怀疑的对象 这人是连约的一个疯狂粉丝 之前害怕影响连约的心情 公司收到所有寄给连约的信 都放在自己这边 警方仔细查看后 竟在众多情书中发现一封恐吓信 据老赵回忆 这封信是前几天收到的 就是连约最新一期杂志 开卖当天 警方立刻将恐吓信及信封 带回警局让老科进行查验 结果发现上面 除了经纪公司前台和老赵的指纹 其他没有任何发现 不过根据信封上的地址 以及信封本身的出厂序号 老科找到了相对应的快递网点 但凶手非常狡猾 他避开了周围所有的监控 同时老科也对恐吓信的纸张 以及纸上的胶水进行化验 确定了纸张和胶水的品牌和生产批次 并且经调查 同时售卖这两种东西的文具店 在本市只有一家 确定了这一点后 在地图上就可以看出 快递网点文具店以及案发现场 三点相连 刚好是三角形 而这个范围很可能就是 凶手的活动范围 想到之前小明尸检时曾说过 林月脖子上勒痕的印记很奇怪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涛哥立马带人 到刚刚确定的凶手活动范围内 进行走访调查 寻找凶手的作案工具 结果在半路上竟遇到一个小偷 涛哥顺手截住小偷的同时 竟还有了重大发现 警员在搜查小偷的包时 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丝袜 偏偏这个丝袜的花纹 与林月脖子上的泪痕出奇的相似 警方立刻对丝袜的品牌 以及三角区域内所有丝袜店的监控 进行仔细的查看 功夫不负有些人 在一家内衣店的监控内 警方发现一个可疑的女人 她手中拿的丝袜 与林月脖子上残留的丝袜纤维 同属于一个牌子 警方立刻将这个女人带回警局 这不查不知道 这女人的简历还真是丰富多彩 她叫孙飞飞 龙番政法学院社会关系学 硕士毕业 毕业后去国外留学 回国后的这几年 策划了很多起行为艺术 这些活动的主题 就是保护女性的权益 改善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起初她策划的活动 反响都很不错 只是最近几个月 她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偏激 甚至还剧中闹事 扰乱社会秩序 小明将她的DNA 与林月脖子缠中的DNA进行对比 基本可以确定她就是凶手 那就奇怪了 这孙飞飞不是号称保护女性权益 为什么对林月这样的国民女神下手呢 听到警方如此评价林月 孙飞飞露出了讽刺的表情 林月的美她不否认 可她却利用自己的优势 去迎合男性肤浅的审美 这让她不能忍了 她认为正是这些表面的东西 导致整个社会无法从精神层面 公平地看待女性 既然她想要改变社会 对女性的看法 那她就要从最引人注目的人下手 只有这样她的主张 才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此偏激的想法 可真是个恶魔啊 在充分的证据面前 孙飞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人不讳 由于她是女性 案发当天拖着个行李箱 冒充工作人员进入摄影棚 并没有引起保安的怀疑 进入摄影棚后 她就一直躲在林月的化妆间外 直至摄影棚的其他人员都走完后 她才开始动手 首先趁着林月给眼不定装的空隙 潜入是一间迷晕了助理 但在放倒助理时 不小心碰掉了衣架 衣架掉落的声音引起林月的注意 她当时也很慌 却不敢轻举妄动 静静地在示意间等着林月的到来 随后伺机而动 用同样的方法将林月迷晕 只是林月在自己的控制下不断反抗 她的指甲还意外划伤了自己的脸 在彻底迷晕林月后 她从口袋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丝袜 将林月活活勒死 随后又将自己带来的塑料布铺在地上 在塑料布上对林月进行分饰 所以现场并没有大量的血迹残留 她将林月的四肢用胶带固定在衣架上后 就带着身体躯干走了 警方急忙追问林月的躯干在哪 可孙飞飞怎么都不愿说 精神也变得有些不正常 她是真正理解我理想的那个人 从孙飞飞的话来看 她背后应该有人在帮她 否则为什么在杀人后 还要将躯干带走呢 只是现在孙飞飞不愿说 警方什么都问不出来 此时老科这边 对于文婷的遇害案 有了最新发现 当时现场是快递员发现的 勘察完现场之后 老科就把死者家的快递都拿了回来 今天在检查时 他偶然发现这两件衣服上的香味一样 而且从快递的地址来看 都来自同一家裁缝店 警员随即到裁缝店进行走访 据老板浩子所说 警方照片上的这个女孩 确实是他的顾客 在他的印象里 这个顾客应该是很忙 每次需要修改的衣服都是快递寄来 自己修完之后再给他快递回去 对于这个人 他还真的是没怎么接触不太熟 但警员却注意到 他放布料的架子上 藏着一件跑快快递公司的工作服 裁缝店有各种职业的衣服 好像也不奇怪 而且警方也没证据 证明浩子就是凶手 于是就没有打草惊蛇 反而是私下调查 没想到还真发现了问题 警员再次查看文婷家楼洞门口的监控 在案发时间段 发现跑快公司的快递员 曾出入过这栋楼 随后警员也到跑快公司了解情况 但据他们所说 案发小区的快递他们早上就送完了 晚上没有再去过 还好案发现场小区 对非业主人群管控比较严格 在物业的进出登记表上 警员发现了浩子的笔记 同时警方对浩子深入调查 竟发现他和文婷 有好几次共同出游的经历 现在警方完全有理由怀疑 裁缝店老板浩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立刻行动将浩子带回警局 万万没想到 浩子十分配合警方的工作 据他交代 是文婷自己不想活了 而自己只是帮了他一把而已 文婷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 给自己打了电话 称他的男友抛弃他了 想让自己帮他彻底解脱 自己很爱文婷 为他做什么自己都愿意 既然文婷现在这么痛苦 那自己就帮他一把 于是他亲手捂死了文婷 他第一次见到文婷 是在一次钢琴表演赛上 他那么优秀 自己不忍他的双手 最后化为灰烬 所以将他的双手砍下带走了 可关于文婷双手的去处 浩子死活都不愿交代 即便因此加重罪行 他也一个字都不愿多说 虽然没有找回文婷的双手 但杀人真凶 也算得到了惩罚 连月和文婷的遇害案 终于真相大白 小明心里却总感觉不对劲 两起案件虽然结案了 但死者丢失的部分身体 却没有找回 小明总感觉案件并没有结束 广不其然 次日就再次发生命案 芭蕾舞舞舞蹈演员陆飞 惨死学校剧院 双脚被砍掉不知所踪 警方赶到现场时 只看到他身穿黑天鹅舞蹈服 平静地躺在学校剧院的舞台中间 很显然现场也是被凶手精心布置过的 同样透露着诡异的气息 小明事件时 发现死者的手腕处有捆绑的痕迹 脸颊以及唇部还有胶带残留 在死者的器官以及食管处 发现了大量的食物 应该是生前被人强行喂食 导致的应激性呕吐 但当时死者的手被捆绑 口鼻也被交代封住 呕吐物反流进肺部 造成窒息而死 老柯对这些味容物进行了化验 发现是羊肉和淀粉一类的东西 一般舞蹈演员需要管理身材 根本不会吃这些重口味的东西 偏偏在陆飞授课的舞蹈学校旁边 就有一家羊肉粉店 据调查 陆飞非常反对学生吃这些东西 之前羊肉粉店的老板去学校送外卖 被陆飞转个正着 陆飞当时不仅把老板撵出去了 还痛骂人家一顿 这家羊肉粉店的生意本就不好 平常就靠这些学生光顾 但陆飞只要看见学生去吃就会拦着 警方怀疑 很可能是羊肉粉店老板 嫌陆飞耽误他生意 从而报复性杀人 于是立刻就对羊肉粉店进行勘查 没想到陆飞竟趁警方不注意 拿起菜刀反抗 可两三下的功夫 他就被警员制服了 最后在审讯室内 陆老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和警方想的不一样 他不是因为陆飞影响他生意而杀人的 而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陆飞要嫁给一个富豪 放弃苦恋多年的芭蕾舞 身为一个舞蹈家 他怎么能随意放弃舞蹈 更何况还是为了一个男人 他不能理解也不愿理解 所以他就把陆飞绑到羊肉粉店的后厨 强行为他吃了很多羊肉粉 他之前以为陆飞不吃羊肉粉 是为了保持身材跳舞 可如今才明白 他根本不是为了跳舞 而是想要勾引有钱的男人 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陆飞被他折磨至死后 他就走小路将尸体运到学校剧场 放在舞台中间 那才是他最好的归处 最后当警方询问 陆飞双脚的去处时 陆老板死活都不愿交代 只是在审讯室内 一个劲的癫狂大笑 那模样就像疯了一般 在警员看来 陆老板就是一个偏执狂 陆飞的案子看似是抓到了真凶 但和之前的几起案子一样 凶手的性格都非常偏执 并且不愿交代死者丢失的部分尸块 究竟在哪里 小明对已经发生的三起案件 进行分析 发现凶手拿走的 都是死者身体最优秀的部位 林月腰臀比完美 所以他丢失了躯干 文婷是钢琴家 拥有灵活修长的双手 所以他的双手被砍掉 陆飞是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所以他丢失的是双脚 这么来看 三起案件的凶手不是同一人 但他们的作案手法却非常相似 如果一次是巧合 两次那就是奇迹 而这相似的案件 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三起 警方不得不考虑 凶手背后是不是还有个幕后指使 之前在审讯孙飞飞时 他在言语间也透露出 对一个人的崇拜 为了防止再有类似案件发生 警方对抓到的三名凶手的家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结果还真有新的发现 在这几名凶手的家中 都发现了一本相同的书籍 这本书中的内容非常阴暗暴力 正常人根本就看不进去 能看进去的都是心里扭曲的 警员也去出版社调查了 但出版社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 由此看来 这应该是真凶自己印刷的 在书的背面还有一个邮箱 技术科马上对邮箱进行破译 果然有重大发现 里面竟全都是幕后指使 与三名凶手的邮件往来 从邮件内容可以看出 这三人对这个幕后真凶非常崇拜 警方对邮箱登录的IP地址进行查询 很快就确定了真凶的位置 就在郊外一个废弃仓库 随即涛哥立刻带人出发 与此同时警方也查到真凶名叫李扬 是一名外科医生 不过半年前 他因为私自给病人做手术 致人死亡 被医院辞退了 就连医师从业资格证也被吊销 紧接着他又被查出患有脑癌 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失业和疾病的双重打击 可能让他变得心理扭曲 而他如今的行为 看起来就像是在报复社会 毁灭一切他认为美好的东西 此时小明已经先一步 感到废弃仓库 在危急时刻 从李扬的刀下救下一名少女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李扬虽然患了脑癌 但在不犯病时 战斗力还是非常惊人的 小明毕竟是一名法医 很快就被李扬压在地上 眼看着李扬手中的刀 就要刺穿小明的脖子 只听一声枪响 李扬被当场击毙 幸好涛哥及时赶到 不然小明就真的危险了 在这个废弃厂房内 警方发现三名死者丢失的部分身体 都被李扬装进福尔玛林的玻璃馆中 摆放在展示架上 她的这种恶趣味 真是让人感觉无比恶心 李扬违反医院规定 私自做手术导致病人死亡 本就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 像李扬这种心理扭曲的人 如今的结果 应该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清晨警方接到农民工报案 在河边的桥洞下 发现一具被塞进轮胎里烧焦的尸体 警方赶到时 现场已经被围观的农民工破坏 在尸体周围 也没有发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 不过在桥下的墙面上 写着红红的三个大字 清道夫 这时警方立马响起 前段时间发生的两起清道夫杀人案 法医老秦初步尸检发现 死者是一名男性 全身大面积烧伤 头部有明显的顿气伤 最重要的是 死者右手的食指被砍掉 这和之前发生的两起案件一样 由此警方基本可以确定 这又是一起连怀杀人案 随后林队从报案人口中了解到 他早上六点多睡不着 就在河边溜湾 没想到就看见了桥下起火 他自己害怕不敢上前 就回船上喊人陪在一起 当时火是非常大 也不像是刚着起来的样子 但具体烧了多久 他就不清楚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农民工提供线索 称他就住在200米外的船上 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 他迷迷糊糊听见一声巨响 就像是有人将东西扔进水中一样 只是当时他顺意正浓 也就没在意 了解完情况 林队当疾命 打捞队到河里打捞 他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为了了解更多线索 林队又带人来到不远处的船上走访 据船长称 昨天晚上他一晚上没睡好 到凌晨的时候才睡着 因此他并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倒是早上听见外面热闹得很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一听这 老钱急忙学问原因 船长无奈的解释称 他昨晚不知道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一直不停的拉肚子 半夜起来了好几次 说到起夜 船长还真想起来 昨晚12点左右 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看见对面卢尾档旁边 似乎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当时天色太黑 也没有灯光 所以他没有看清车型 以及车牌号 关键是等他从厕所出来时 那辆车已经不见了 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老钱两人听后 急忙来到船长所说的卢尾档勘查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些血迹 只是从出血量来看 这里并不像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且凶手将尸体扔在这里 应该比扔在桥下更保险吧 毕竟这里有卢尾做掩护 而桥下则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这一切都不太符合常理 回到警局后 老秦立马对死者进行尸检 确定死者的卢骨有大面积凹陷 应该是遭受重击造成的 凹陷的痕迹呈圆弧形 具体的作案凶器 要将死者的卢骨进行还原才能知晓 羽毛则发现 死者的牙齿是烤瓷牙 牙齿的熔点和钢铁差不多 只是普通的起火 很难把牙齿伤坏 走访牙科诊所 对他们采用的材料进行检验 应该很快就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 与此同时 警员在水下打捞出一个船卯 如果索料不错 凶手将船卯扔进水中的声音 就是农民工听到的巨像 对船卯进行检测 也提取到了死者的血迹 警员对现场残留的痕迹进行检验 发现装尸体的轮胎上 有汽油的成分残留 由此可见 死者是被塞进轮胎 浇上汽油焚烧的 另外死者的呼吸道非常干净 说明在被焚烧时 死者已经遇害了 而他头部的钝气伤 应该就是致死原因 关于致死原因的具体情况 法医还在检验中 上一起青道夫系列的流淘案 嫌疑人胡亮因逃跑 导致坠楼重伤 现在在医院已经清醒了 林队急忙赶到医院 对胡亮接行询问 据胡亮交代 刘涛卖给他的药非常贵 关键是还没有效果 身体越吃越差 案发当晚他在面馆吃饭时 突然收到刘涛的短信 让他晚上八点去郊外旧仓库取钱 他去的时候就见仓库地上 放着一个大行李袋 他打开就看见 满满一袋子现金 同时他还注意到 仓库里面的房间内 好像躺着个人 他小心翼翼凑紧一看 发现竟是已经遇害的刘涛 他着急忙慌就离开了 刘涛说卖假药 把他害得这么惨 有这样的结局也是最有应格 此时胡亮的妻子来了 看着妻子身上的红大衣 胡亮突然想起 他在去救仓库时 看见了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女人 只是天太黑了 他并没有看清女人的长相 想起之前 警方追踪刘涛生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发现那封信 就是一个穿红色大衣的女人寄出的 当时邮局门口还有个流浪汉 警员这边一直在大街小巷走访 寻找流浪汉的踪迹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警方终于通过居民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流浪汉 林队给流浪汉看了邮局门口的监控 流浪汉确定 画面中的人就是他 至于那个红尼女人 是个给他钱的好心人 只是女人当时背着光 他没有看清人家的长相 这下子线索又断了 警方现在只知道 凶手应该是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女人 从未见过这么惨的案发现场 男人被塞进轮胎烧成人干 警方在现场 除了墙上的青道夫三个子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就连死者的身份都无法确定 老秦这边复原死者颅骨发现 在被传卯击打的痕迹下 还有一处呈现为直角的盾气伤 这也就是说 死者在生前曾遭受过两次重击 那就奇怪了 凶手为什么会用不同的凶器 多次击打死者头部呢 在将死者砸死后 还进行了全身焚烧 在之前的两起案件中 凶手的作案手法 都与他认为死者的罪恶有关 第一个死者高尚是个抢奸犯 所以凶手将他的生殖器割掉 让他活活被放弃而死 第二个死者刘涛 是个无良的药品供应商 凶手让患有高血压的他 不用大量左旋奈洛特 直接猝死 不过目前的耽误之急 还是先要确定死者的身份 林队来到交通队 查看案发现场附近的道路监控 无奈河边上来的路 刚好是个监控死角 就在此时 林队接到警员电话 死者身份已经确定 林队得知消息火速赶回警局 死者名叫张建立 是现代控股集团的董事长 经初步调查 他们公司的运营不见没有问题 张建立本人还特别喜欢做慈善 很多大学的教学楼 都是他捐钱盖的 除此之外 张建立还特意成立了助学基金 专门帮扶上不起学的孩子 银行也没有外债 外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好 张建立最后的行踪 就是去龙藩大学 参加教学楼的捐赠仪式 仪式结束后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了 那就奇怪了 张建立没有一点不良记录 为什么会被轻到敷钉上呢 为了尽快破案 林队来到龙藩大学走访 据校长称 当天活动进行的非常顺利 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学校举行捐赠仪式这种事 一般社会媒体都非常关注 来的人也挺多的 他一直忙着接待 至于张建立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还真是没有注意到 没有了解到什么线索 林队就暂时离开了 回到警局时 警员查到张建立虽然没有什么污点 但在七年前 他的司机赵强曾开车撞死过一个女孩 被判刑十年 现在应该还在监狱 被撞死的女孩叫布欣 是龙藩大学笔记学教授 布教授的独女 同时也是法医老秦的女友 张建立的死 难不成和七年前的这起车祸案有关吗 警员对张建立的通讯录进行调查 发现他在失踪前 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 是前两天刚办理的吴记鸣电话卡 这个电话卡在办理后 只打过两个电话 一个是张建立 还有一个是名叫孙茜的女人 关键是孙茜的前夫 就是七年前张建立的司机赵强 不过赵强在判刑后 两人就离婚了 孙茜现在已经在婚 另外赵强已经被释放了 时间就在办卡的那天 这赵强刚出狱 张建立就遇害了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 警方目前的重点 就是找到赵强 首先对全市的旅馆 以及高速公路设卡进行排查 林队则带人来到孙茜家 起初孙茜并不承认 赵强出狱后曾和他联系过 林队则直接明确告诉孙茜 只要有通话记录 警方都可以查到 同时警方如果没有证据 也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他 听了这话 孙茜才老实交代 赵强在出狱后 确实给他打过电话 想向他借点钱 可他现在就是个家庭主妇 哪有钱借给他呢 总不能拿他现在老公的钱 去贴补刚出狱的前夫吧 之前不愿意承认和赵强联系过 是因为他和现在的丈夫 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 所以不希望因为赵强的事 影响他现在的家庭 回到警局后 林队再次请来布教授 对比张建立与 还现场的青道夫三个字 和前两起案件现场的字体 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布教授简单从笔记上来看 确实像是同一个人书写的 不过具体还需要在显微镜下 进行分析才行 老秦这边则调出 当年布新车祸的档案 翻看着当年的档案 就好像布新遇害的现场 在他眼前重现 根据卷宗中赵强的交代 他当时的车速是每小时90公里 由于疲劳驾驶 在过马路时没有注意红绿灯 他看见布新在搬马线上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这句话很含糊 赵强称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证明他在撞上去之前 看见了前面的布新 正常人即便很疲惫 本能反应也会打方向盘踩刹车啊 卷宗中显示 赵强在撞人到刹车间的距离是37米 关键是他当时没喝酒 身为一个老司机 没有喝酒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在撞人三秒之后踩刹车呢 这明显有问题啊 男人参加捐赠仪式后 竟离奇失踪了 等再次被发现时 是在河边的桥洞下 而他已经被烧得全身去黑 老秦事件后发现 死者张建立并不是被烧死的 而是头部的两处盾气伤 关键这两处盾气伤 间隔时间在6个小时左右 使用的凶器和力度都不同 第一处凹陷伤呈现直角形 伤口的直径大概在2.5厘米 想来凶手使用的应该是比较尖锐的凶器 只是这样的伤痕并不足以致命 真正致命的是第二次中击 凶手这次使用的是传矛 并且力气非常大 在张建立的头部造成了12.7厘米的凹陷伤 也是因为这次中击 导致张建立头部粉碎线骨折 死了时间在警方赶到现场的前两个小时 也就是5点半左右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盒中 也打捞出凶手作案的工具 不过在上面除了采集到死者的血迹外 并没有其他发现 在现场不远处的芦苇丛中 发现了少量血迹 经对比确定是张建立的 但就这个出血量来说并不会致命 同时也证明尸体是在芦苇档 被转移到桥洞下的 只是勘察下来 这两处都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凶手为什么间隔6小时 才对张建立进行二次攻击的呢 而且既然已经杀害了张建立 又为什么要焚尸呢 他究竟想表达什么 或者是想掩盖什么线索呢 案件调查到现在依旧是疑点重重 林队认为 在这种关键时刻 赵强突然不见踪迹了 不排除张建立的遇害案 有其他嫌疑人参与的可能 想要把赵强当作案件的突破口 警方还是要从赵强的前妻孙倩下手 于是老秦带着羽毛 来到孙倩家走访 面对警方的到来 孙倩明显有些反感 羽毛急忙解释称 他们不是为了张建立的命案而来 而是想了解一下 七年前赵强那起交通事故 对此孙倩称 太久之前的事情 具体的细节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就知道案发当晚 他和女儿都睡着了 赵强很晚才慌慌张张 从外面回来 他一天需要上班还要带孩子 也就什么都没问 第二天一早 警察就找上门来 直接将赵强给带走了 后来赵强撞死人了这件事 他还是从警方口中得知的 老秦和羽毛离开孙倩家后 就到学校找到孙倩和赵强的女儿小宇 面对羽毛的询问 小宇非常的不配合 老秦非常理解小宇 他小时候有过相同的经历 当时以为父亲做错了事 他为此痛恨了父亲好一段时间 可是后来他长大了 查清楚了父亲当年案件的真相 发现父亲是被冤枉的 他想给父亲发案却为时已晚 父亲已经去世了 小宇当即询问老秦 他父亲会不会也是被冤枉的呢 其实警方现在来找他 就是在调查他父亲的案件 如果他父亲真的被冤枉了 那警方一定会还给他一个公道 一听这话 小宇立马变得非常配合 据他所说 父亲平常除了上班 根本就不出去玩 并且每天晚上都会监督他写作业 写完作业后 还会陪他看动画片 在暑假期间 龙番电视台每天晚上都会播放动画片 父亲一级不落地陪他看了 羽毛查看后发现 这个动画片确实是在暑假期间播出的 每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 而不先出车祸的时间 是在晚上的八点钟左右 如果是这样 赵强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啊 看来当年不先车祸案的凶手 应该是另有其人 警员这边调查孙茜的账户 发现孙茜在赵强入狱后第二年 买了一套房子 同时还给女儿买了八十万的保险 这一些资产加起来高达两百万 孙茜当时虽然有工作 但又要兼顾着孩子 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赵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可赵强给张建立当司机的工资 也没有很高 两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存款 察觉异常后 警方对孙茜的账户进行深入调查 却什么都没发现 不过警员意外调查到 在赵强出事前 他们夫妻俩给小宇办过一张银行卡 警方对这张卡的账单进行调查 发现在赵强出事后不久 这张卡曾收到过一比五十万的转账 在赵强被判刑后 这张卡又收到了一比一百五十万的巨款 经调查汇款人都是张建立 由此可见不新的车祸案 陈兄该是张建立才对 张建立被杀的原因虽然调查清楚了 可清道夫警方还没有抓到 至于清道夫是谁 警方一点思绪都没有 偏偏此时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在郊外废弃厂房内 看门人老黄发现自己狗子叼骨头回来 他仔细一看竟是人的止骨 吓得立马就报了警 现场一旁的墙面上 同样有清道夫三个字 清道夫究竟是谁呢 这个男人太嚣张了 深更半夜他竟明目张胆 拎着一兜血淋淋的尸块 在马路上闲逛 甚至还时不时嘚瑟地跳两部拉丁舞 这诡异的场景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次日大清早 警方就接到环卫公报案 公园门口的垃圾桶内发现大量尸块 这已经是近两个月内 发生的第四起抛尸案了 凶手非常狡猾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丢出来一部分尸块 警方目前找到的尸块 不仅无法拼凑成一具完整的尸体 还不是同一个人的 不过根据部分身体特征可以确定 死者应该都是女性 霍队认为凶手非常狡猾 他在行凶后 应该是将尸块冻在了冰箱里 每隔一段时间就扔出来一部分 因为目标不大 并不会引人注目 警方也不可能在全城监视 每个扔垃圾的人 现在警方找到的尸块 还不能拼凑出完整的尸块 由此可见 凶手一定会再次抛尸 回到警局后 警方检验发现 抛尸袋上竟有一枚指纹 在数据库中查询后得知 这枚指纹的主人名叫李天 警方立刻行动 对李天实施抓捕 可当霍队赶到时 却被仙道的警员告知 李天已经死了 霍队刚进门 就看见地上有一只断手 旁边的黑色塑料袋内 则是满满一袋子尸块 掉出来的断手上 有一枚宝石戒指 想来死者应该是一名女性 而李天则负不中刀 惨死在客厅的沙发上 在沙发不远处 蹲着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 女人满眼惊恐 好像刚经历了什么恐怖的事 警员看到李天的死状 猜测他应该是杀人不成反被杀 可是李天要杀的人是谁 又为什么会被反杀呢 现在唯一知道当时情况的 就只有这个受惊的女孩了 警员将她带回警局后 很长时间她才平复下来 据了解女孩名叫于孟严 是一名空姐 据她所说 李天不仅是个偷窥狂 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至于李天中刀身亡 完全是一场意外 她没有杀人 是李天想要杀她 两人在争执的时候 李天不小心踩到地上的苹果摔倒了 阴差阳错之下 匕首就扎进了她的腹部 她的反抗只是想自救而已 真的没有想要杀人 看着于孟严情绪激动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和警方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搞清楚案发当时的情况 还有她所说的 李天是个偷窥狂和杀人犯 又是怎么回事 在警方不断的宽慰下 于孟严才慢慢回忆起 最近三个月她经历的事情 原来于孟严是一名空姐 一个月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天上飞 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处 每次回到上海不是住酒店 就是借住在朋友家 只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在市区租房子 一个月也住不了几天 房租还贵得要命 多少有点不值得 三个月前她偶然间在网上 看到了案发的房子在招租 房租也不贵 下了航班她就拖着行李 去看房子 到了门口却听到 女房东正和一对小情侣 商讨房租的事情 小情侣嫌房租太贵 想让女房东便宜一点 可女房东态度强硬 四千块钱少一分都不行 小情侣纠结半天后 还是决定租下房子 可女房东却又不愿意了 直接将两人撵走 听着高达四千的租金 直接就把她给劝退了 她正准备走呢 却被女房东拦了下来 她明确表示 房租太贵了 不在她能承受的范围内 女房东却强行将她喊了过去 因为涉及到自己的隐私 她并没有回答 转身就准备离开 女房东竟再次拦下了她 还称房子租给她了 租金也不要四千 只给一千五就行 这与之前的租金 相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女房东解释称 她本来就没打算 将房子租给那对小情侣 因为他们满嘴谎话 最初打电话的是女孩子 说是一个人住 可来看房子的时候 竟还带来一个男人 从两人的相处来看 不像是夫妻 再加上女孩之前的谎言 她害怕这两人的关系不正经 以后闹出来点别的事 会影响她把房子租给别人 女房东考虑的问题挺现实的 她也就没有怀疑 后来她看了房子 里面家具齐全 不仅干净整洁 还很温馨 于是就果断地租了下来 租下房子后 她才知道 女房东名叫习俊 熟悉她的人都喊她俊姐 只是她现在也不确定 俊姐是不是还活着 案发现场调出来的那只断手 她看见了 那只断手上的宝石戒指 就是俊姐平时戴着的 俊姐这个人非常好 平时对她也非常关照 知道她经常不在家 家里也没什么菜 晚上还会特意来给她 送刚做好的肥肠饭 也是那天她才知道 俊姐是一名美食博主 有自己的公众号 每天在上面分享美食 随着粉丝越来越多 她创作美食的压力 也就越来越大 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出门找食材 根本就没有时间出门交朋友 就算交了朋友 她忙得没时间赴约 关系也就越来越淡了 后来她就想着 将自己旁边的房子租出去 和租户做朋友 这样两人离得近 就不需要刻意去维持友谊了 俊姐性自直爽 对她也非常关心 又会做很多好吃的美食 两人因此相处起来还算不错 俊姐走后 她就看到了碎尸案的新闻 而抛尸现场 竟然就在他们小区不远处的垃圾桶内 透过她家客厅的窗户就能看到 新闻中还不停地说 这已经不是警方第一次发现石块了 再看看桌子上的肥肠饭 她莫名感觉十分恶性 可能是她太敏感了 后来也就没当回事 几天后她飞完航班回来 刚到家就扑在沙发上休息 结果却从沙发的边缝处 摸到一只耳环 一看就不是她的 于是她就拿着耳环去找了俊姐 俊姐一脸迷茫 摸了摸耳朵称不是她的 接着又神情慌张的将她手里的耳环拿走 呈可能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从客厅路过 而这个男人就是黎天 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归还耳环后 她不好意思继续打扰 就急忙回了自己房间 她觉得俊姐和黎天应该是男女朋友关系 后来她基本没见过黎天 空姐余梦颜租了新房子 下班后就拉着好闺蜜小雪回家 在走廊上正巧遇到房东俊姐 俊姐手中还拿着菜刀 昏暗的走廊里 俊姐拿着菜刀的样子 可是给两人吓得不轻 俊姐却称她正在剁肉馅包饺子 说完就关了门 她俩急忙开门进了屋 和晚上小雪洗漱时 意外发现洗漱间的镜子后面 有一双眼睛盯着她 她听到声音急忙跑了过去 凑近镜子查看 正好看见俊姐离开对面的洗手间 她当即恼羞成怒 到俊姐家敲门 不顾俊姐的阻拦冲进洗手间 确定镜子是单面镜后 质问俊姐究竟有何目的 俊姐想要解释 但她此时一点也不想听 就在扭头离开时 看到了更恐怖的一幕 俊姐家客厅的墙面上 贴满了不同女生的照片 其中也包含她的 她当时被吓惨了 急忙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而小雪已经换好衣服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还让自己也跟着她回家 可是在租房子之前 她已经在小雪家 借住很久了 更何况小雪还有男友 她总去住也不合适啊 但如果去住酒店的话 又太贵了 她一个月的工资 住不了几天酒店就没了 再加上当时天色很晚 他们那里也不是市中心 出去找酒店也不一定好找 于是她将洗手间的镜子 用毛巾盖上 两人将就着住了一晚 次日大清早 她收拾好行李 出门扔垃圾 结果刚出门 就看见俊姐站在她家门口 想向自己解释她的苦衷 可她怕得不行 哪还敢听呢 你猜过来 猜过来我就报警了 俊姐虽然不再往前走 但却一直请求自己给她个机会 解释这样做的苦衷 她本不想同意 可俊姐二话不说 就扇自己耳光 她吓懵了 害怕俊姐再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就同意听她解释 两人离开家 来到距离家不远处的咖啡店 服务员离开后 俊姐起身将包奸门关上 露出胸口的刀痕 看到刀痕她愣住了 俊姐解释称 这是三年前 她做乳腺癌手术留下的 幸好当时发现得早 将肿瘤切除后 并不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后她不能太累 除了运营自己的美食账号 平常很少社交 依次偶然的机会 她认识了李天 以她的年龄和身体情况 一般不可能会陷入爱情的漩涡 但李天就像阳光一般 照亮她整个世界 同时也让她感受到 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慢慢的她开始依赖李天 李天长得不错又年轻 她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可她偏偏选择了自己 从始至终对她没有半点嫌弃 为了留住李天 她什么都听李天的 将隔壁房子租出去 并安装上单面镜 也都是李天的想法 她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她没有选择啊 听俊姐说了那么多 她才发现 俊姐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不仅得了重病 还被所谓的爱情欺骗 可俊姐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 因为李天确实遵照约定 一直和她在一起没有离开 或许是心疼俊姐 她没有再说搬走的事情 过了几天 俊姐晚上又来给她送晚饭 这次送来的是包子 她虽然觉得俊姐可怜 可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 她不太敢吃俊姐送来的东西 于是就提出 明天当做早餐吃 可俊姐却不意 称包子刚出过的好吃 到明天就不好吃了 她这才硬着头皮吃了一口 看着自己吃了之后 俊姐才离开 而她则急忙跑到洗手间 将刚吃的包子吐了个精光 就在这时 她听到隔壁两个人在争吵 似乎是李天要离开俊姐 从那天之后 她就没再见过俊姐出门 几天之后 俊姐将她家的家门钥匙交给自己 说要出门一段时间 放松放松心情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确定 以后都不回来了也说不定 俊姐走了之后 她也遇到过几次李天 不过李天好像只是回来拿东西 并不会在家里待很长时间 就在案发前 她刚下了航班回家 刚出电梯 就看见李天拿着东西 从俊姐家出来 李天这个人太阴郁了 她莫名就有些恐惧 手忙脚乱的想要开门 钥匙却偏偏又掉在地上 是李天帮她捡起钥匙开了门 她着急忙慌的回家 房门却被李天拽住 是你发现了镜子的秘密 说话间 李天对她步步紧逼 甚至将她家的房门锁上 李天甚至自恋地认为 自己喜欢她 戳破镜子的秘密 是为了引起她的关注 随后她将手里拿着的黑色垃圾袋 随意地丢在地上 一只断手掉了出来 吓得她急忙跑到客厅 可她一个弱女子 又怎么会是一个强壮男人的对手呢 李天暴怒之下 直接将桌子上的裹盘掀翻在地 拿着匕首步步向她逼近 不料竟踩到地上的苹果摔倒 匕首也顺势扎在她的腹部 没几秒钟 李天就彻底没了动静 空姐下班回家 刚出电梯 竟发现男邻居李天 脸色艳郁地向自己走来 甚至冲进她家里 意图杀害她 却没想到意外摔倒捅死了自己 李天死前还将一袋子尸块 丢在她家门口 掉出来的断手上 有一枚宝石戒指 这枚戒指她认识是房东俊姐的 至于里面的尸块是不是俊姐的 她也不能确定 李天死后她害怕极了 想要逃离了现场 可那堆尸块就在门口 她根本不敢过去 幸好警方及时赶到 不然她真的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缓过来 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除了于梦颜家发现的尸块外 在俊姐家也发现了其他尸块 但死者的身份暂时还没有确定 DNA对比也没有结果 另外在俊姐家 警方还发现了一张 录着跑步声音的光盘 据楼下的邻居反应 他们在半夜也曾听到过跑步声 由此警方怀疑 会不会是俊姐和李天分尸时 用跑步声掩盖分尸的声音呢 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 警方认为 凶手应该就是李天和俊姐 最后两人发生矛盾 李天冲动之下将俊姐杀了灭口 就在警方认为 案件就此可以结案时 女警查到一张照片 是李天和余孟颜的 从这张照片不难看出 两人应该早就认识了 从案件发生至今 余孟颜都没有提供任何家人的信息 就连目前住在酒店 都是警员安排的 在之前的证词中 余孟颜曾提到的闺蜜小雪 警方也去查了 但小雪因为有事 已经请假好几天了 这其中难道还有其他言情吗 霍队带人到酒店 正好遇见准备外出的余孟颜 霍队直接开门见山 拿出她和李天的合照 询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眼见警方已经查到 余孟颜自然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据她交代 她和李天确实很早就认识了 她还在空乘学院的时候 李天是他们的礼仪老师 两人也日久生情 确定了恋爱关系 后来搬家之后 她偶然发现 李天居然与俊姐不清不楚 她让李天自己做选择 两人挑明之后 她因为工作几天都没有回家 等她再次回家时 正巧在走廊上遇见李天 她以为李天想摆脱她 两人拉扯间 李天手中的袋子掉在地上 一只断手露出来 她一眼就认出了断手上的戒指 也是那时候 她才感受到这个男人的可怕 之前在向警方交代时 没有如实告知她和李天的关系 只是不想卷入这起命案 却没想到 还是被警方查到了 看着余孟颜梨花带雨的脸庞 霍队等人也不忍继续询问 只能先行离开 对于余孟颜说谎的行为 女警认为是正常现象 一般女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 应该都不想被牵扯其中 至于余孟颜证词的可靠性 警方暂时还无法判定 毕竟嫌疑人李天已经死了 俊姐有没有死还不确定 尸块的DNA对比也没有出来 即便警方现在怀疑 俊姐这个人压根就不存在 那也不是不可能 这句话反倒提醒了霍队 俊姐这个人一直以来 警方都是从余孟颜口中得知的 至于是不是真实存在 警方还真无法确定 为了寻找线索 霍队等人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在余孟颜家的门缝里 居然有一份快递 上面的收件人居然是小雪 霍队不知想到了什么 急忙带人到酒店 将余孟颜带回警局 审讯室内 霍队已经查到 余孟颜一年前曾得过乳腺癌 警方在所有的石块上 并没有发现乳腺癌的刀疤 由此霍队完全有理由怀疑 俊姐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完全是余孟颜杜撰出来的 而她口中不自信 又缺乏安全感的俊姐 实际上就是她自己 羡慕那些身体健康 身材完美的女人 也不是俊姐而是她 又或者说 她和俊姐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警方对比石块DNA 确实有一个人是余孟颜的闺蜜小雪 而他们住的房子经调查 房主也是小雪 眼见警方已经查到 又或许是被揭穿乳腺癌的伤疤 余孟颜彻底崩溃 交代了所有事情 从上大学开始 她和小雪就是很好的朋友 李天也确实是他们的李老师 从见到李天的第一面 她就被深深吸引 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是一年前 她突然确诊了乳腺癌 为了保命 她接受了手术治疗 可她的身材却不再完整 后来就越来越自卑 而闺蜜小雪却依旧美艳动人 李天和小雪 即便是在走廊上打声招呼 她心里都很不识滋味 后来小雪要出国一段时间 她就自作主张 把小雪住的房子 以低价挂在网上出租 并且只租给单身又漂亮的女人 这些女人只要和李天 有一点的暧昧 她就会忍不住想杀人的冲动 李天因为爱她 对她只有纵容 帮她将那些尸块扔掉 直至小雪回来 一切都变了 李天居然爱上了小雪 甚至趁自己不在家的时候 两人在屋里翻云覆雨 她无法忍受男友的背叛 更不可能纵容闺蜜的行为 于是她深夜潜入小雪家 趁她去洗手间的时机动手 李天在得知小雪被自己杀害后 居然提出要分手 以前她杀害别的女孩时 李天都只会帮她 如今竟因为小雪向她提出分手 既然自己得不到 那别人就都别想得到 她假装平淡地接受了一切 向李天索要一个最后拥抱 就在拥抱时 她用提前准备在背后的刀 将李天捅死 静静地看着她没了呼吸 为了脱罪 她编了一系列的谎言 谎言终究只能是谎言 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和查证 案子到此真相大白 任何女生都要记住 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永远不要将自己的幸福 寄托在别人身上 于孟言因为重病变得患得患失 敏感又不自信 虽然可怜 但却不是她伤害别人的理由 她终结了别人的生命 同时也赔上了自己的人生 这对夫妻刚结婚一个月 丈夫就本性暴露 对着怀孕三个月的妻子 拳打脚踢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会是她最后一次猖狂 清晨警方接到保姆报案 男雇主惨死在家中客厅 刘队火速带人赶到现场 据保姆何以所说 通常她九点来雇主家打扫卫生 可今天由于早上雨太大 她就晚到了十分钟 在家门口按了半天门铃 屋里愣是没有一点动静 于是她就推了一下门 没想到门就开了 她满心疑惑进了屋 就看见屋里乱糟糟的 满地摔碎的酒杯 她立马明白过来 一定是女主人余曼又喝酒了 只要男雇主胡志军不在家 余曼就会酗酒 喝完之后还乱砸东西 可她朝屋里喊了半天都没人回应 结果走进来一看 就发现胡志军躺在地板上 吓得立马就报了警 何以说完后 刘队还没来得及继续询问 余曼就闯了进来 哭在地上抱着胡志军的尸体 嚎啕大哭 何以见状急忙将她扶到餐桌旁坐下 通过询问警方了解到 胡志军前段时间去外省出差了 本应昨天赶回来陪她过生日 可临时有事给耽误了 她心里郁曼就喝了酒 没想到胡志军会在早上赶回来 她看见自己喝酒很生气 两人当时大吵一架 胡志军甚至还动手打了她 她鼻子都被打出血了 于是一气之下她就跑了出去 在路边打了个车闲逛 等美容院开门就去做美容了 直到保姆合仪给她打电话 她才知道家里出事了 胡志军业务很忙 经常会去外地出差 她在家闲得无聊 就会喝酒打发时间 可自从还原后 她就没再喝过酒 这次喝酒也是一时赌气 她和胡志军自认识以来 关系一直都非常好 胡志军对她也是宠爱有加 这次喝酒确实是她不知轻重 已经怀孕了还喝酒 两人吵完架 她也在气头上 门脸委屈的跑出家门 当时胡志军还好好的呢 这么来说 难不成会是入室抢劫杀人吗 刘队让于曼检查一下 家里有没有丢失什么贵重物品 于曼一番检查下来 并没有发现家里丢失什么东西 正说着 于曼像是被什么吸引了 顺着她的视线 刘队发现是警员在收集胡志军手里的领带 顺嘴便问了一句 那是不是胡志军的 于曼听后明显被吓到 说话也是颠三倒四 一会说是一会说不是的 刘队一再追问 他才肯定的回答 领带是胡志军的 不过他的反应还是引起了刘队的怀疑 回到警局后 警方经调查得知 死者胡志军是巨龙集团的董事长 而于曼曾经是他的秘书 自从两人一个月前结婚后 于曼就没再去过公司 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另外法医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 胡志军死亡的时间 是在早上的八点至九点之间 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到重创 最终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而死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胡志军在遇害前 应该与凶手发生过激烈的争斗 在他的指甲缝中 法医还提取到一些皮屑残留 目前已经和领带一起送去做DNA检验了 案发时间段雨下得很大 小区内几乎没有新人 因此也没人注意到胡志军家的情况 再加上案发的小区 是刚刚交房不久的新小区 小区物业的服务还没有完善 为了寻求更多线索 警方再次返回案发现场 南警小王认为 死者家门窗完好 也没有贵重物品丢失 首先可以排除入室抢劫杀人的可能 那剩下的就是仇杀和情杀了 小王却觉得 这两种作案动机的可能性也不大 案发时间在早晨的八点至九点 这个时间段并不是杀人的最好选择 其次现场的门窗没有被破坏 那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的熟人 按照余曼的证词 家中当时只有他和胡志军 那他的嫌疑就很大了 而且在面对警方的询问时 余曼也一直是遮遮掩掩 很像是隐瞒了什么 最后就是作案动机 他嫁给胡志军才一个月 却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可见他非常有心机 如今胡志军死了 他可以名正言顺的 获得胡志军的所有遗产 肚子里的孩子才三个月 他如果不想留下 完全可以去做流产手术 之后他可以去过任何向朗的生活 难不成凶手真是余曼呢 对于小王的推断 刘队并不完全否认 假设案发当天 余曼和胡志军发生争执 胡志军情急之下对余曼动了手 两人争执期间 余曼误伤了胡志军 导致胡志军头部撞到顿气致死 余曼当时慌了神 就想着快速逃离 离开家时故意不锁门 是想着保姆何一快来了 让何一发现尸体并报警 他就可以完美地摆脱嫌疑 虽然余曼交代 他离开家的时候 胡志军活得好好的 可这并没有人能够证实啊 而且胡志军和余曼吵架 为什么死死抓着自己的领带不放呢 在遇害前 他还和余曼发生过争执 这领带在他打人的时候 就应该放开了呀 可为什么在死了之后 还紧紧攥在手中呢 除非这领带不是胡志军的 根据之前了解到的情况 余曼经常喝酒 只是发现还原后才收敛了些 两人因为喝酒的事 也没少发生争执 可胡志军从来没打过余曼 怎么这次就动手了呢 怀孕的妻子一气之下跑出了家 胡志军为什么没有去追呢 接二连三的疑问 让刘队百思不得其解 刘队还想起在勘察现场时 他发现地上有两个碎掉的高脚杯 可余曼却称案发前一晚 他一个人在家 这明显就是说了谎 恐怕他案发当晚 应该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此日清晨两人正准备出门时 却遇到出差回来的胡志军 余曼急忙让男人藏进厨房 而他则端着酒杯去迎接胡志军 结果胡志军还是敏锐的发现 餐桌上放着的一杯红酒 当即就变了脸色 即便余曼解释是为他准备的 但胡志军根本不相信 就在这时 他又意外注意到掉在地上的领带 这明显不是他的 于是他当即闯进厨房 将男人揪了出来 两人在客厅发生激烈的争执 男人一时失手 导致胡志军撞在顿气伤惭死 最后男人拉着傻眼的余曼 匆匆离开现场 而胡志军指缝里的皮屑 很可能就是这个男人的 这推断听起来合情合理 但还是需要证据证实 警方目前的耽误之急 就是确定余曼是不是有相好的 这个相好的是谁 为了加快效率 小王马不停蹄 带人赶到巨龙集团 据集团总经理所说 胡志军人品挺不错的 做生意也非常讲究 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在公司批评下属的活 也都是由他出面 至于私生活方面 他就不是很清楚了 不过这成功的男人 总会有不少美女惦记 另外他记得 胡志军在案发前一天就回来了 是公司的司机小猪去接的 随后警方从小猪口中得知 他接胡志军的时候 胡志军并没有打领带 刘队这边也了解到 胡志军从下了飞机后 就去了歌厅和朋友聚会 晚上还和美女去酒店开了房 早上七点半才离开酒店回家 和他一起聚会的人 也都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就在这时 李姐接到法医电话 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领带不是胡志军的 而胡志军指甲缝中的皮屑 也不是余曼的 领带和皮屑也不是同一个人的 案件因此陷入僵局 刘队突然想起余曼之前的交代 明显是说了谎的 现在案件想要寻找突破口 恐怕还是要从余曼身上着手调查 于是警方就将余曼传至警局 余曼心里明白 一定是自己的谎言被警方识破了 到了警局就老实交代 胡志军有很多领带 当时案发现场的那条是不是他的 他不是很清楚了 至于客厅摔碎的两个酒杯 是他不小心掉到地上的 案发前一晚 确实只有他自己在家 眼见余曼到了这时候 依旧是谎话连篇 刘队便警告他 警方能查出领带不是胡志军的 自然也能找出领带的主人 如今胡志军遇害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他如果知情不报 是要因包庇罪被判刑的 也许是被吓到了 余曼慌忙解释称 案发现场的那条领带 是巨龙集团部门经理宋学勇的 案发前一天晚上 就是两人在一起 他在给胡志军当秘书时 就喜欢上了宋学勇 但相比于爱情 他更喜欢金钱 这一点宋学勇也很清楚 所以两人一直都是偷偷约会 事实上他也知道 胡志军在外面花天酒地 因此在和宋学勇约会时 他没有一点负罪感 宋学勇和他约会的时候 也会非常小心 基本不会在他家里过夜 离开也都是趁他睡着后 偷偷离开的 但案发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宋学勇竟将领带忘在了沙发上 胡志军回来后 发现了沙发上的领带 当时就大发雷霆 对着他大打出手 他当时吓惨了 着急忙慌从家里逃了出来 后来他还联系了宋学勇 和宋学勇手机关机 后来他接到合一电话 称胡志军死了 他急忙再次给宋学勇打电话 却还是无法接通 当时没向警方说实话 也是不想别人知道 他和宋学勇这段见不得人的关系 害怕警方不相信 于曼一再强调 他这次说的绝对都是真话 看于曼一脸真诚的样子 应该不是说谎 随后刘队还询问于曼 最近家里有没有买过什么家电 需要送货上门的 或者身边有没有出现 什么奇怪的人 一听这话 于曼当即明白了刘队的意思 但他们家最近 没有买过任何大件家电 就算平常家里喝的牛奶 都是合宜早上来上班时 在路上顺便买的 案发当天他从家里离开时 整个人被吓得不轻 也没工夫注意周围 有没有陌生人 无过案发前一天他去逛街 刚进电梯 就有个男人跟了进来 眼神时不时的瞥向自己 想着男人是被自己的魅力吸引了 也就没在意 离开商场就坐出租车回家了 这个男人既然偷偷观察于曼 那会不会后来也跟踪他回了家呢 很快警方根据于曼的描述 对男人进行容貌还原 同一时间 警方也将宋雪勇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内宋雪勇坚决否定杀人 他确实是将领带忘在了于曼家 但他真的没有杀人啊 案发当天早上 他五点多就从于曼家离开了 不想回家打扰家人 并且一大早公司还有个全员会议 他便直接去了公司 到公司应该六点左右 想着时间还早就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谁知道醒来都九点半了 差点没赶上早上的会议 不过最后因为董事长胡志勇没来 会议也没开成 其实他也不想和于曼好 但于曼向他保证 让胡志勇提升他当副总 为了前途 他即便再不情愿 也还是和于曼保持着关系 由于没有证据 次日警方便让宋雪勇先离开了 只是宋雪勇刚走 他的哥哥宋吉刚就到警局自首了 直言胡志勇是他杀的 丽姐的第一反应认为 这宋吉刚应该是来顶罪的吧 但不管怎样 警方总要审讯一番才行 据宋吉刚交代 宋雪勇曾送给他一部手机 他在里面看到了于曼的照片 于是他认为 于曼应该是弟弟的女朋友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竟然发现 于曼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 他不想弟弟被欺骗 就悄悄跟踪了于曼 其实他的本意 是想告诉于曼不要欺骗他弟弟 可两人即便在同一个电梯里 他也没勇气开口 晚上他想了整整一夜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弟弟受骗 所以早晨冒雨去了滨江花园 却没想到竟看见于曼被打 他当时脑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闯了进去 警告胡志勇不能对女人动手 之后的事他不记得了 更不知道两人有没有动手 宋吉刚奇怪的行径 让丽姐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胡志勋指甲缝中的皮屑 鉴定结果出来了 果真是宋吉刚的 这也就基本能确定 杀害胡志勋的是宋吉刚 就在众人以为能结案时 宋吉刚的邻居张老师找到刘队 据他所说 宋吉刚从小就是他的学生 两家又是几十年的老邻居 说是他看着宋吉刚长大的也不过分 在他眼中宋吉刚十分老实 而且还是个大孝子 因为小时候原生家庭的问题 导致宋吉刚十分内向 但他万万不可能做出杀人的事 丽姐等人心中也是充满疑惑 他们就想不明白 宋吉刚是去找余曼的 怎么就莫名其妙的闯进房间 与胡志勋发生了争执 还将人给打死了呢 这所有的疑问 在开庭审理那天 经过心理医生汤唯的一番解答 众人才明白过来 汤唯不仅是心理医生 还是张老师的外甥女 也是张老师将汤唯介绍给宋吉刚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汤唯发现 宋吉刚患有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这类病人性格内向 在日常的生活中 也没有倾诉的对象 或交心的朋友 这也就导致他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 但却没有人注意到 宋吉刚日常的倾诉对象 除了母亲的照片 就是海洋馆的鱼 可这些倾诉 都是得不到回应的 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愿意与人接触 更别说融入到某种集体氛围了 因为孤独 通常他们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但这些痛苦和不安 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 为自己设置的 宋吉刚小时候 经常目睹父亲酒后 拿着领带对母亲拳打脚踢 有一天他上学忘记带作业 老师便让他回家去取 那天天空也是下着毛毛细雨 等他推开家门 幽如眼帘的 却是上吊自杀的母亲 这一幕给他造成了 严重的心理伤害 胡志军遇害当天 温宇曼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雨天 酒精 领带同时出现 一下子就将宋吉刚 拉回到了目睹母亲被打的恐惧 以及发现母亲尸体的绝望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闯进胡志军家 警告他不能打女人 万万没想到 胡志军对着他 又是一顿言语侮辱 甚至骂上了他的母亲 宋吉刚当即情绪失控 和胡志军发生争执 一时失手将胡志军推倒 脑袋砸到了身后的铜像上惨死 案件到此真相大白 宋吉刚的童年是悲惨的 原生家庭的不幸 导致他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因为缺少关心 导致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虽然胡志军的死 是他意外失手导致的 但他还是要负法律责任 从未见过这么离奇的案件 女孩到医院体检 不料上了趟厕所出来 竟突然脸色发白倒在地上 等护士快步走到跟前 人已经不行了 事情发生后 女孩父母立马报了警 据他们所说 女儿李妹妹非常健康 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 案发时也只是来医院 做个体检而已 他们就想不明白 好好的人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大爷越说越激动 起身指着医生的鼻子痛骂 女警爱宝急忙上前安慰 并且一再保证 一定会给他们一个说法 老两口这才离开医院 对于李妹妹的死亡 医生也非常无奈 人吃五股杂粮 指不定什么时间会出什么事 这些都是预料不到的 最近这段时间 李妹妹的父母三天两头来闹 不知道的还以为 医院真的出了医疗事故呢 但实际上 李妹妹只是来体检而已 拿了单子在走廊上排队 还没介入诊室就猝死了 所以从这点来看 她的死基本上不是医院的原因 当时发现她倒地之后 医院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 只可惜没救回来 事后他们医院的专家 也对李妹妹的死因进行了调查 发现她确实很健康 之前也没有病史 真正的死亡原因 是中处性呼吸循环衰竭 也就是突然间脑死亡 这种病一般来说 多发于中老年患者 年轻人有这样病症的十分罕见 他们医院也是同一次遇见 李妹妹的死他们深表遗憾 但医院也真是冤枉 他们恳请警方 一定要尽快查出真相 给李妹妹父母一个交代 也是还医院清白 为了了解更多当时的情况 爱宝两人找到了 当天的值班护士顾飞 据她称 李妹妹刚从洗手间出来就晕倒了 她急忙喊人来抢救 当时她也被吓得不轻 头发昏腿发软的 还差点将自己绊倒 走廊上人本来就多 场面瞬间一片混乱 李妹妹出事后 医院就把洗手间封了 配合警方的后续调查 警员勘查卫生间后 发现卫生间人来人往的 脚印非常复杂 再加上水的冲刷 已经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 剩下的就只有垃圾桶里的垃圾了 本着严谨的原则 警方将所有垃圾 统统带回警局检验 好在功夫不负有些人 净水人员在垃圾桶中 找到一块 还有加兰他敏成分的纱布 加兰他敏是一种治疗 重症肌无力 和神经性系统后遗症的药物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药过敏 这边法医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 和医院的检查结果一样 都是脑死亡 难不成李妹妹的死 真的只是意外吗 刘队却觉得不对劲 于是派爱宝 去医院调查一下 近期开加兰他敏药物的患者 重点关注女性患者 而刘队则带着小婷到李妹妹家走访 看看能不能从李妹妹的人际关系中 找到其他线索 据李母所说 李妹妹身边的朋友不多 但每一个关系都非常好 从来都没闹过不和 除了前段时间 李妹妹和新剑吵过一次架 从那之后 新剑再也没来过他们家 新剑是朋友给李妹妹介绍的男友 两人谈了一年多了 关系一直挺好的 他也挺喜欢这个小伙子的 不希望女儿和他分手 可女儿不听 一门心思铺在争轰广告上 其实这也怪他们老两口 女儿年轻漂亮又有学历 要不是看家里条件不好 也不会想通过嫁给亿万富豪来改命 女儿去医院体检 就是因为入选了前三名 需要去医院看一个健康证明 却没想到一去不复返了 这则征婚广告 爱报和成功也注意到了 征婚人李冰 商贸集团董事长 40岁的亿万富翁 因长期忙于工作耽误了终身大事 要说这人如此优秀 什么样的美女不是随便挑 怎么还会因为娶不到老婆 在报纸上征婚呢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为了摸清楚情况 刘队派大军去调查一下 李妹妹的前男友新剑 而他则带着小婷来到了负责帮李冰征婚的婚解公司 公司大厅内 至今还有很多女孩前来报名 刘队两人找到婚解公司张经理 一听是警察 张经理急忙解释 他们这次的活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 根本不存在坑蒙拐骗 说着还拿出了李冰的授权书 刘队急忙表示 他们不是来查手续的 而是想了解一下李妹妹的情况 提起李妹妹 张经理还真有印象 在第一批入围的三个女孩中 就有这个李妹妹 而且李冰对她的印象还挺不错的 和李妹妹一起入围的 还有张晴和白慧云 这三个人的条件都挺不错的 李冰每周都会约这三人吃饭 但约李妹妹的次数最多 他觉得最后胜出的 很可能是李妹妹 听警方问了这么多关于李妹妹的情况 张经理不禁感觉好奇 这李妹妹出什么事了吗 刘队也没有隐瞒 直接告诉他 李妹妹遇害的情况 同时询问他 这三位入选者之间是否认识 具体情况张经理也不是很了解 不过在竞争的过程中 他们应该都知道彼此 正说着入围者之一的白慧云 来找张经理填富士表 得知李妹妹遇害了非常震惊 据他回忆 李妹妹遇害那天 是婚戒公司安排他们去体检的日子 不过他单位临时有事就没去 至于张晴有没有去 他就不清楚了 了解完基本情况 刘队就暂时离开了 打算走访一下李冰的公司 怎料刚上车 白慧云就追了出来 称他和李冰约好了一起吃饭 想让刘队烧上他 刘队本来就要去找李冰 也就欣然的同意了 在路上小婷了解到 白慧云是幼儿园老师 平常能接触的人际关系很少 如今26岁了也没个对象 于是就想到了参加征婚 其实他也不是拜金的女孩 只是现在的社会太现实 想要找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经济能力一定是最基础的 他这次能入选完全就是运气 论长相他不如李妹妹 论学历他又不如张晴 张晴可是医药学女博士呢 这句话瞬间引起刘队两人注意 但两人也没说什么 女孩参加亿万富豪的征婚活动 成功入选前三名后 到医院进行常规体检 可没想到在排队时竟突然猝死了 为了调查清楚情况 警方找到了征婚的富豪李冰 李冰得知李妹妹死了 震惊的同时也很惋惜 在已经入选的三个女孩中 她最喜欢的就是李妹妹了 李妹妹长得漂亮 性格开朗 两人约着吃了好几次饭 父母也挺喜欢李妹妹的 只是两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 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从李冰这里 警方并没有了解到 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回到警局后 艾宝和大军调查的情况 也有了结果 加兰他民属于处方药 最近这段时间 没有人去医院开过这类药物 而新剑自从一个多月前 和李妹妹分手后 两人就没再见过面 至于案发当天 新剑在外地出差呢 又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警方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李妹妹是这次活动中的佼佼者 李冰以及李冰的父母 都非常喜欢她 偏偏在这个时候 原本健健康康的人竟猝死了 这未免也太巧了 而李妹妹死后 收益最大的就是其他入选者了 案发当天 是婚介公司组织三位入选者 去医院体检的日子 除了白婚云有事没去之外 张晴和李妹妹应该当时都在医院 李妹妹在那个时候遇害 嫌疑最大的就是张晴了 而且警方还了解到 张晴是医药学博士 知道加兰他敏的用途 以及拿到加兰他敏 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想到这一点 警方再次调查医院监控 发现李妹妹进入洗手间不久 张晴也去了洗手间 并且还在李妹妹出来前 快速离开了洗手间 由此可见 张晴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和时间 另外小婷还想起 厕所发现的那块 含有加兰他敏的纱布 加兰他敏针对的病症 他们并不是非常清楚 但他们在警校时学过一些常识性问题 加兰他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对抗神经性毒气沙林 沙林是一种剧毒的神经性毒剂 它可以导致人在短时间内死亡 关键是他的症状 和脑促死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说 之前警方的推断就不成立了 张晴身为医药学博士 对于各种药物的作用应该非常清楚 结合已知的所有线索来看 张晴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警方将张晴传至警局 只是这张晴不愧是年纪轻轻 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人 即便坐在了审讯室依旧淡定 在得知李妹妹死后 脸上才露出一丝诧异 同时也很快反应过来 警方这是在怀疑他 不过他却丝毫不在乎 李妹妹和他确实是竞争关系 但他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还不至于因为想嫁进豪门 就让自己背上人命官司 这次来参加征婚 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张晴的回答合情合理滴水不漏 眼下他虽然是最大的嫌疑人 但也不可否认 警方手里没有证据 无奈到了拘留时间后 刘队只能放他离开 安排人进行监视 只要有问题 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次日刘队和小婷 又找到了白慧云工作的幼儿园 经核实白慧云案发当天 确实在工作 没有作案时间 这边警员也对张晴 进行了全天跟踪 却没发现任何异常 眼下的线索太少了 张晴虽然有嫌疑 但警方没有证据证实 同时也不能排除 是没有入选的人 对这三个人实施报复 而李妹妹就是第一个被报复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李妹妹的死都和这场征婚活动有关 艾宝突然想到 她可以去参加征婚活动啊 不管凶手是张晴 还是没有入围的人在报复 只要艾宝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就不怕她不露出马脚 虽然有些铤而走险 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刘队无奈之下 就同意了艾宝的意见 并安排警员在暗处 全程保护艾宝 艾宝经过精心打扮 火拖拖的像个电影明星 为了引起李冰的注意 他特意赶在李冰出停车场时 堵住他的去路 制造了一场偶遇 看着艾宝车后排起了长龙 李冰当即绅士的倒车 甚至还帮艾宝指挥停车 由此不难看出 李冰已经被艾宝深深的吸引了 艾宝也不扭腻 直接告诉李冰他就是来参加征婚的 最近这段时间 李冰接触的女孩也不算少 但像艾宝这样 上来就这么直接的 还真是同一个 这与众不同的性格 成功引起李冰的注意 之后的几天 李冰几乎每天都会约艾宝逛街吃饭 晚上吃过饭后 李冰送艾宝回家 一直在暗处的小婷两人急忙跟上 偶然间 小婷注意到路边的白衣女人 那竟是白慧云 想着她可能是路过 小婷也就没在意 急忙去追艾宝和李冰了 次日张晴来到警局找小婷 她明白自己嫌疑人的身份 说出的话警方不一定相信 但她还是想要提醒小婷 注意一下白慧云 在李妹妹出事前 白慧云曾跟踪过她 她本来也没当回事 可得知李妹妹遇害后 她就一阵后怕 另外她被警方审讯的事 李冰家也知道了 因此她被淘汰了 不过这种时候被淘汰 未必是一件坏事 说完就头也不悔地离开了 关于白慧云 刘队也派人进行了调查 发现亲属关系上只有外婆 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说起白慧云 小婷想起昨天护送艾宝回家时 她就曾出现在饭店门口 如今想想恐怕不是巧合 正说着艾宝和李冰约会回来了 艾宝迫不及待地告诉众人 她和李冰见面的时候 看见了白慧云 这个白慧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成功引起刘队等人的注意 于是便再次来到幼儿园 了解白慧云的情况 据园长所说 白慧云挺可怜的 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他一直和外婆相依为命 后来谈了恋爱 他们还挺高兴的 毕竟以后白慧云不会再是一个人了 只是好景不长 那小子甩了白慧云 和一个富家千金在一起了 这件事对白慧云的打击非常的大 此时刘队又问起 白慧云案发当天上班的情况 据园长回忆 那天是活动课 白慧云通常会带小朋友 到幼儿园空地上玩 为了证实这一点 刘队请园长找来了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 不料小朋友竟称 那天带他们去玩的是李老师 园长一脸茫然地询问李老师 这才知道 案发当天白慧云称有急事 拜托李老师带了一会儿班 这么来说 白慧云的不在场证明就不成立了 另外小婷调查到 白慧云的父亲是农药厂的技术工程师 得到沙林这种神经性毒剂 应该也不是问题 晚上李冰再次约爱宝吃饭 但也不知怎么回事 爱宝心里一直乱糟糟的 吃个饭也是毛手毛脚 不是碰掉了餐叉 就是撞倒了花瓶 看爱宝状态不好 李冰也没心情吃饭了 打算送爱宝回家休息 可是两人坐上车后 他一脸懊恼地表示 手机竟忘在了餐厅 于是又拐回去取 就在这时 爱宝通过后视镜注意到 一个女人拿着不明喷雾 正在慢慢向她靠近 爱宝紧张地握紧手中的枪 这女人正是白慧云 远处保护爱宝的警员 急忙上前将白慧云控制 刘队等人也姗姗来迟 取手机回来的李冰都懵了 他万万没想到 爱宝竟会是警察 不过他应该真是喜欢上爱宝了 恋恋不舍地看着爱宝离开 审讯室内 白慧云果断承认了所有罪行 甚至指责警方 你这够笨的 我比你们都聪明 而他所谓的聪明 就是为了嫁进豪门不择手段 但他似乎忘了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 只要做过的事迟早会露出马脚 张晴只是被警方审讯过 就被李冰家淘汰了 他觉得李冰家会要一个杀人犯媳妇吗 可白慧云根本不想那么多 在他眼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世上也没有真正恩爱的夫妻 所以还不如嫁给有钱人 最起码有生活保证 白慧云自幼因父母离婚 缺少了太多的爱 谈恋爱后好不容易有了寄托 却又遭到男友的背叛 正是这重重打击 造就了他扭曲偏执的性格 冲动之下铸成大错 同时也葬送了自己美好的人生